白鹿和张灵鹤公开宣布恋情,当爱情遇上有趣的事件。 最近在社交媒体和社交传媒上,中国娱乐圈两位知名人士白鹿和张灵鹤的恋情公开宣布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情绪。 这一事件不仅吸引了粉丝们的关注,也在两位艺人的粉丝群体中掀起了一股积极、兴奋的浪潮。 白鹿是中国娱乐圈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之一,以迷人的外表和出色的演技而闻名。 与他在荧幕上的娇俏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鹿被描述为一个性格坚强、独立自信的人。 而张灵鹤,则是一位知名的歌手和演员,活泼、浪漫,总是以多样化的歌曲和角色吸引着观众的注意。 白鹿和张灵鹤的组合不仅带来了一段值得称赞的爱情故事,也在中国娱乐圈中开创了一种充满希望的组合。 两人证明了对于爱情来说,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爱的是谁。 在宣布他们的关系之后,白鹿和张灵鹤毫不犹豫地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彼此的感情。 他们经常分享彼此甜蜜的瞬间和照片,吸引了中国各地数百万粉丝的关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忘为粉丝们撒下甜蜜的糖,营造出温馨亲近的氛围。 白鹿和张灵鹤传递的爱意和情感分享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成为日常谈论的热门话题。 他们不仅是知名艺人,也成为了真挚爱情的象征。 最重要的是,白鹿和张灵鹤的公开关系不仅对他们个人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也在推动中国社会对LGBT加社区的接纳和理解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他们的勇敢和自信为其他人敞开了心扉,接受各种形式的爱。 尽管两人继续在娱乐圈中忙于自己的工作,但粉丝们不断地支持和祝福白鹿和张灵鹤的爱情。 在粉丝群体的强大支持下,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共同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总之,白鹿和张灵鹤的爱情故事清楚地证明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共情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例子,爱情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也不分社会地位。 最重要的是,爱情总是美好的,当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会发现爱可以积极地改变世界。 四方管谭剑刺新造型,帅气迷人轻轻日常,似美女齐聚。 在当今影视圈,谭剑刺已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他凭借在《长相思》中的出色表现,让观众们对他的演技和角色塑造留下深刻印象。 尽管在剧中并非主角,但谭剑刺所饰演的《香柳》以其独特魅力和深情演绎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在《长相思》中,《香柳》的每个出场都充满着高光时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角色极美,强,惨于一身,命运多舛,无私的爱让人感到心痛。 谭剑刺对角色的诠释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扎实功底和深刻理解。 随着新剧《四方馆》的即将上映,预示着他演艺生涯中,新一轮的风暴即将来临。 特别是高马尾和短龙须刘海的造型,更加凸显了他的少年感。 宇宙依然饰演的《异域少女》形成了鲜明对比,为剧中的角色关系增添了神秘色彩。 除了谭剑刺的精彩表现之外,《四方馆》还汇聚了众多实力派演员。 女二号看《青子》饰演的郁池华,以其精致五官和精湛演技成为了一大看点。 而景田、某爽、庐山等北影四美的加入,也未剧集增色不少。 另外,男配角方面,杜淳、宗峰颜和徐海桥的加盟,使得整个演员阵容更为强大。 导演赵启臣的加入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几分期待。 他曾指导过《青青日常》等爆款古装剧,相信在他的指导下,《四方馆》将成为一部视觉和情感兼具的佳作。 谭剑刺的演技和魅力,在当前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展现。 他的演艺事业可谓如日中天。 在《长相思》中,他虽然并非主角,却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热爱和认可。 他的演艺不仅是对剧本的忠实呈现,更是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 而即将播出的《四方馆》,则将成为他挑战新角色,并展示演技的舞台。 另外《四方馆》的强大演员阵容和制作团队也预示着这将是一部值得期待的作品。 谭剑刺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外貌和天赋,更在于他对演艺的不懈追求和对每个角色的全情投入。 他用实力证明着自己不仅仅是颜值担当,更是具有出色演技的艺术家。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四方馆》的播出,谭剑刺将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 期待他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展现更多的才华和魅力,成为影视圈中闪耀的一颗明星。 《四方馆》中的谭剑刺以他的新造型展现出了帅气与迷人之处,让人们为之倾倒。 他的形象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还展现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多样魅力。 他的造型不仅凸显了他的个性与魅力,还展示了他对时尚的敏锐感之与独特品味。 观众们纷纷为他的新形象所吸引,这也为《四方馆》增添了新的亮点。 轻轻日常中的四位美女聚在一起,令人眼前一亮。 她们各自独特的魅力在画面中完美展现,让观众们不由地为之赞叹。 这四位美女的齐聚不仅增添了节目的亮点,也展示了她们之间的默契与友情。 她们的日常生活或许平凡,但在镜头前却展现出了无限的魅力与韵味。 观众们纷纷被她们的美与活力所感染,期待着看到她们更多的精彩表现。 无论是《四方馆》中的《谭剑刺》还是《轻轻日常》中的四位美女,都展现了不同的魅力与风采,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她们的精彩表现为节目增添了新的活力与魅力,让观众们乐在其中,期待着更多精彩的表现。 《五道馆》中的观众